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那就是一名內地女客,懷疑在澳門墮入公檢法騙局。 就誤信內地疾控中心人員的電話, 就說她的手機號碼被人盜用了, 曾經去過湖南長沙風控區, 結果被騙徒騙了信用卡資料和消費接近3萬人民幣。 這名女客事後去警局報案求助。 司警接報調查案件暫時還未有人被捕。 司警公佈案情就説, 案中受害人聲稱在上星期六收到一個 自稱內地疾控中心的職員的電話。 對方就説, 受害人的電話號碼資料, 顯示曾經去過湖南長沙風控區, 健康碼將會轉為紅碼。 受害人否認後, 對方立即表示, 受害人的個人資料或者被人盜用了, 之後就把電話轉到一個 自稱是長沙公安的男人。 對方就和他打了個視訊電話。 這段時間就叫他提供銀行卡、 信用卡的資料還有驗證碼。 受害人就照做。 結果就收到網上銀行顯示到一筆 是接近3萬人民幣的消費紀錄, 他覺得自己被人騙了, 之後立即收線及報警, 報稱損失了29998人民幣。 由這單案件其實都可以看到, 雖然這一類是騙案, 但可以看到現在是個個都很害怕自己變成紅碼, 因為變成紅碼, 基本上哪裏都不用去隨時, 都有可能被人困住, 甚至誤判人家都是很害怕, 因為不知道是幾時會解回變回龍碼, 這件事是多麼恐怖, 多麼得人害怕。 所以現在這些新的騙案, 就用了這些人的心理去嚇他, 然後套取個人資料甚至信用卡, 嚇到他連驗證碼被賣人, 那一夜騙了這3萬元, 其實可以講得上都是無受報的, 在哪裏騙未必知道, 查到未必追得回。 就算追到, 可能那件物品已經是被人拿走了, 再加上他是在澳門中招的, 澳門方面查不查得到, 亦都是成問題, 回到大陸他會不會又報一次警呢? 所以大家如果是接到這些電話, 千萬別相信他, 因為多數都是騙你的。 好了, 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